美国波音公司9月15日表示 由于原本为中国航空公司制造的 一批737MAX系列客机无法交付 该公司计划转售其中部分客机 但未透露涉及哪些中国客户的订单 以及转售飞机数量 因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发生两次空难 737MAX机型至今未获准在中国复飞 彭博社称 波音希望借此减少库存 有助于缓解该公司的负债问题 有分析师指出 此举将不利于波音在华业务 或在中国市场长期输给其竞争对手空客 据美联社和彭博社报道 波音公司表示 截至6月30日 该公司库存中 有290架未交付的737系列飞机 其中约一半是为中国航空公司制造 中国曾是波音737MAX飞机的最大市场 因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发生两次空难 并造成346人遇难 737MAX型客机于2019年3月终止运行 中国是最早下达停飞令的国家 此后 波音一直致力于推动MAX付飞 但至今没有在中国获得批准 彭博社此前报道称 中国航空公司没有表示 在737MAX正式恢复运营后 他们是否会恢复使用该机型 显然 波音公司已经没办法再等下去了 当地时间9月15日 波音公司首席财务官 维斯特·布莱恩·West在一场活动上宣布 我们已经推迟决定如何处理这些飞机了 我们不能一直推迟下去 因此 我们将开始重新销售一些原计划 交付给中国客户的飞机 他相信波音可以为这些飞机找到新买家 维斯特强调 中国是一个重要市场 波音并没有轻率地做出决定 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 卡尔霍恩·Dave Calhoun同日表示 波音现在急于解冻 绑在库存飞机上的现金流 你必须移动这些飞机 不能永远等待 而且市场很大 波音没有透露可能转售的飞机数量 也没有具体说明 这将涉及哪些中国客户的订单 三款不同型号的波音737MAX飞机资料图 彭博社指出 减少库存飞机 对于目前正负债的波音来说 至关重要 波音目前约有50亿美元的现金流 被绑在原计划交付给中国客户的140架MAX客机上 但彭博社资讯分析师 福格森 George Ferguson表示 此举将不利于波音在华业务 或导致波音在中国市场 长期输给其竞争对手空客 一直以来 中国市场是空客及其美国竞争对手波音的一个关键市场 两家公司都在努力扩大在华业务 但自从MAX停飞 以及中美关系趋紧后 空客在争夺客机订单和市场份额方面 已经遥遥领先于波音 路透社2020年1月就曾报道 737MAX停飞影响了波音 2019年的整体表现 其与竞争对手空客 在飞机交付量方面的排名发生逆转 今年7月 中国三大航空集团 南航、国航、东航 一口气订购292架空客飞机后一事 对波音公司造成巨大冲击 不过 波音并不甘心永远落于空客之后 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 卡尔霍恩15日还说 地缘政治事件 让波音在中国市场放慢脚步 但他认为 我们有一天会回到那里 虽然这不会很快发生 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